啥 啥 啥 刷臉 早上刷臉 新北雙溪的定期驗診 高齡92歲的蓮污盆 雖然步履門山 但依舊出席 因為她知道片鄉的居民 等著慈濟志工的到訪 我今天在這裡說 媽咪 怎麼不來 對啊 我才剛才才是 我才是92歲的 好感情就像一家人 因為這份語言已結了21年之久 她是慈濟在雙溪的第一顆種子 徒生徒長的在地人 仁衣團隊完整的每一戶 幾乎都是她帶著找出來的 因為她的人際關係 她的為人 她的人面非常的廣 所以我就鎖定她 是我的第一位 給我兒子 就是這個姻緣 她也就是這樣子進入慈濟 有這個母雞給我靠山 所以我就不怕 我講一講很難 我是做得不好 但是我很喜歡什麼都參與 在雙溪志工都叫她媽咪 但其實她雙眼都有缺陷 左眼視力幾乎為零 右眼也因為黃斑不病變 看得模糊 但完全不影響她做好事的信念 一枕當天正逢她92歲生日 所有志工都獻上祝福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無沛施血所帶領的雙溪團隊 來為我們這一塊 這個黃施個案的一個 來盡一份心力 非常感恩 你從2002年開始呢 每個雙溪的每一個個案 因為您 一步一腳印的把個案找尋出來 讓仁衣會有偏鄉一整的機會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呢 非常的感恩你 祝福您生日快樂 滿桌的壽陶 是仁衣團隊和雙溪志工們 對聯武盆的祝賀 她也許下生日願望 期盼自己的身子骨依舊見朗 繼續把愛傳播出去 帶來新聞這順米志工 吳明珠 吳文讚 曾聰明 台北報導